从整体上来看 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 中国的产业链完整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大市场 这个诱惑力是巨大的 谁要是不顾这种客观规律 违反这种客观规律 那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另外产业链很少的产品 是世界一家企业独家能够完整的供应下来的 有可能你转移了 别的企业就进来了 失去的市场再想把它夺回来 那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所以整体上来看 我想我们很多记者朋友们都读过 那个围城那个小说 就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常态 所以对这个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